HELLO 大家好,我是維恩 那今天要為各位轉播的是戰傷為王系列 那這一場是JD所舉辦的JD觀眾場 但是裡面還有加一個DOT 那大家右上角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一個倒數的年份 這個戰傷為王的模式顧名思義就是中間的這個紀念碑 在你剩餘的500年假設都沒有上來一敗DOT的話 那DOT這一盤就是最後的勝利者 那這個模式是每一位玩家都是自己一國的 所以有可能會打得非常的久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這場的對決 首先是...從一批開始看好了 一批這邊是義大利 哦是觀眾 2批立陶宛 3批波蘭 4批希西里 然後5批是拜扇婷 再來是JD自己6批嘛 然後DOT7批 然後蒙古是8批 那這個圖是超級隨機的地圖 不過剛剛用一人視角來看的話 現在所有玩家都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圖 不過已經可以知道是中間這裡是看到的 然後有看到這個4批嘛 然後現在看得到 右上角是倒數400多年了 所以等一下發展發展上來就要把DOT幹掉 那DOT他...剛剛好 村民都是可能集中在中央 所以他TC就開在中央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等一下會被人家打 哦 嗯...不過DOT職業選手嘛 嗯...以他的實力不知道可以扛幾個人 哦來看一下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稍微快轉一下 那順帶一提這個圖 因為超級隨機 所以那海上的魚看起來好像蠻多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 打那個Underdog 因為你知道戰三為王之前我播的比賽 有那種新機局啊 叫人家去打中間 哦這個比賽要把那個對話打開 叫人家打中間 但是其實怎麼樣 自己去打外面把外面的人收掉 哦這海戰不知道可不可以行 嗯...可是這邊有陸地沒有串流到一起 看起來好像又只能去捕魚而已 好 那...沒關係 這個模式主要也不是比賽啦 就是玩好玩的 我覺得最近那個斯基帝國也是因為比賽太多 我沒有辦法承諾這個我做電腦場跟一些比較歡樂的局給大家看 現在終於來了 終於來了 享受一下 現在斯基帝國裡面的那個 紀念碑你們不覺得很很漂亮嗎 這紀念碑 真的很讚耶 你可能不用出國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了 哪個遊戲可以做的那麼漂亮 好道德是第一個人時間上封建 分明數18182118 看起來雖然是觀眾賞 不過大家的升級配置還蠻OK的 哦不是... 不知道有沒有限制分數耶 不知道JD有沒有限制觀眾的分數 還是說完全沒玩過的也可以來 不確定不確定 看起來大家都還算是 有在玩斯基帝國啦 好 因為我想有時候JD應該也會去思考到說 有些觀眾可能平常只是看 看 影片 然後突然有觀眾想說加入 雖然說他一掌層都沒有玩 可是 有時候對真的完全 又有在玩的玩家們好像又有點不公平 不知道怎麼說 反正就 畢竟JD有沒有直播這一場我是不知道 看起來大家實力都還蠻接近的哦 好 有個基礎的門檻賽 有點類似像比賽 這排我們休閒的輕輕輕輕輕輕鬆看 道特開哨戰這裡很輕鬆玩啊 上來就在批 然後上來開3TC OK 我這邊有時候可能會二倍速快轉是因為 就我播戰三為王的系列 有一次我們比賽局播了4個多小時 那 我不知道這場到底打了多久 因為我也沒有看過 我只是把那個 年份 背注在右上角給大家看而已 萬一是4個小時的那刷賽 哎 道特你直接插寶在 糾等這 這糾等主持的比賽 這等於就是我 Wang Chen 辦一個戰三為王 然後 你直接把我 KOT出去 讓我在外面做轉播的意思 OK 道特 然後 你看你看一批 一批不知道道特去打JD 然後二批 二批 只有看到六批的位置 但是不知道道特在打 所以每個人都是很黑暗的 我看一下道特在幹啥 道特其實也就只有看到六批跟四批 然後先去打JD 但是道特這裏 被迫低調寶 因為這裏 Roden一個防守寶 防守劍堂 OK Alright 這代理5批好像有點猛是不是 他升級好像蠻正常的 單三村 道特上來4TC 哇他想當大魔王啊 他想當大魔王是不是 2批 重田派玩家 明明可以點升級他不升 但是他還在黑暗時代 4批直接上來 挑戰 挑戰爺爺 上來挑戰爺爺 4批怎麼那麼猛 哇哦 哇哦 12345TC 道特5TC 路人觀眾 一個TC之後就來插寶很想上電視 還是說怎麼樣 想跟道特過招一下 哎沒有經濟就直接插一個寶在這 通常太快出手都會死啊 戰三為王就是耳於我詐 誰先出兵好像從來沒有 真正贏過 但是不出兵呢又會歸到很久啊 哦這比賽 老實說如果哪一天是一國辦那個戰三為王有獎金的話那個人心險惡肯定會通通流出來露出來 那現在4批插個寶在這 然後5批呢 目前他們還沒有彼此打字啊 說什麼5批跟3批說我們雖然是敵對但是我們不要互相打 打架 1批插寶在2批加2批剛剛 黑暗時代死不上來早就可以點了結果 現在被插一個寶 哇 很歡樂哦很歡樂哦 KD現在兩個TC 這裡開BK 剩餘時間296年 那好像也是要有人阻止一下DOT 快暫停這裡 很害怕因為自己的視角很害怕自己圍這個木槍 現在2批好像要提前被淘汰了哦 TC被TC包一波 被炸一波 2批會先出局嗎 8批這邊目前還沒有被打 3批的位置很不妙他波蘭可是他在這個 中間狹角的腹地 3批跟2批目前看起來就是要先死 多等感覺可以活到最後啊現在沒人管他 好 我順帶一提的哦 這個是 村民 這個是軍事 這是總批數 這個是閒置村民 如果你是打1v1v1的話那個 轉播的介面的話會長這樣跟一般我們的天梯轉播不太一樣哦所以還是跟我們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所以你們可以得知現在DOT有80批他是目前最強的分數也是最高的這邊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大家以後面沒有什麼團隊分數就是一個人一國 OK 該不會DOT一波帶走吧 DOT會不會一波帶走啊有可能 現在立陶宛開這裡的TC 他還是個孩子啊還是個封劍士來 蒙古上來先挖一個寶2TC挖一個寶 5P這邊敗戰艇蓋馬就兩個TC就蓋馬就 那越南這裡呢 Jordan這裡呢 看起來好像還蠻正常的是不是 Jordan沒有完全用力在打 Don't kill me,Jordan,I can castle drop DOT 哎呦 4P 開始出名一波 剛剛是有砸到4P是不是 但是DOT出條段武士 Jordan這裡投石車好像都會被截掉哦 哎呦直接堵拿 4P插寶插在這邊但是 他叫6P不要打他 可是他插寶在這投石車會被他打掉 哎4P 你在幹嘛啊 哇靠哎 Jordan懲罰一下這觀眾 Jordan懲罰這觀眾 太屁了太屁了 一上來想要當Hero 串他串他串他 對啦這樣就對了啦 這是Jordan談了什麼痛哥還是什麼是不是 是 哇義大利也過來夾Jordan 平常很棄這個直播組哦是不是 中間明明有DOT不打打Jordan Jordan的人設有什麼反派角色嗎 好像也沒有哎 為什麼要打他 現在已經開始中間混亂起來了 好看好看舒服 哈哈哈 哎 一批好像是要去插 哇一批 到底剩200年啊 他很肥啊 V三小 他是 他是不是在搞 哦這個算是什麼粉絲感謝祭 以外 看起來平常有醜哦 那這西西里 雖然是挖寶啦 但是他後面的經濟現在才開始做 義大利的話他是一個非常強硬士型玩家 只有51P而已 然後去插一個Jordan的寶 Jordan 這邊等一下會怎麼樣呢 3P挖一個寶彈是DOT已經立網了 天啊 他來當 大魔王了是不是 這邊還有一個大學建築學 然後這邊10強把中間圍個 哎我看起來DOT打得非常認真哦 明明Jordan就是要跟他觀眾好好 享受一下 結果DOT亂入 直接一個認真模式 終結比賽 故意的哦 故意的 是不是心裡OS啊 Jordan你趕快練你的沙漠之王啦 別再拐觀眾了啦 你娘吉娃娃 那幫幫忙 我打一打我也要去練沙漠之王了 啊你也在那邊 哦靠 我來幫你處理處理這樣子 但是不得不說 如果這些職業選手高端的選手 沒有在打比賽的話 玩這個我倒是覺得 沒什麼問題 他們雖然也是有合約啦 但是 偶爾 玩一下這個 也是賞心悅魔啊 也是世紀帝國一部分啊 這個只能怪喔 怪世紀帝國他太多元了 只能說世紀帝國太多元了 太多好玩的 道德這邊有一個爺爺寶 91.56%沒看到 被蒙古人 攔截掉了 目前 一樣3P快死 2P原本說他要死 但是突然沒人打他了 他在旁邊發展 8P把7P的寶攔截 但是現在道德 受不了啦打蒙古了 敗戰艇目前 還行還OK 然後4P現在開了5個TC 瘋狂在爆經濟 JD這邊 後手開農 但是1P 突然去打他 而且是一個強軍士打他 然後2P這邊又開始反咬1P 這邊是126126 126 7打8 紅骨要死 條隊要直接贏了啦 兄弟們 這個戰三尾玩也許是最快速度戰三 就最快結束的喔 沒人沒人沒人發號司令說 沒有Modri喔 發號司令跟這些下面的人說 去打7P啊一起打7P啊 但沒人打7P這盤就 結束了 現在道德要把這個寶給蓋起來 但是8P用一個quick wall 喔沒有喔 91.92 93 95 蓋起來了 哇 太狠了 欸道德完全沒有手下流情 哇道德亂入比賽 然後沒有手下流情 他是很肯來贏的 真的 現在剩143年 他想讓這些觀眾去死 他是也想告訴jordan 欸你現在那個比賽 實力好像已經比我還差了 還有空玩啊 哇操 哦 還不看我教訓你跟你的觀眾這樣子 以上這個開玩笑的啊 但是道德真的沒有在放水的 直接刷爆 直接刷爆 現在3P說JD help 霸道總裁 道德 這一場的標題就是霸道總裁道德 支配了戰三為王EV EV7模式 我知道這一場的標題了 游戲體驗破壞者 A.K.A. Dout For me Not understanding reason Blue attack me instead of Dout Jordan說 對我來說 我不清楚 為什麼一批是打6批 打我而不是打Dout Jordan沒想到吧 觀眾常是這麼的不歡樂啊 自己還被打 哦舒服 嘿嘿 抓不到這些人 瘋狗亂搖 扣勝扣勝 123 3PC加上3個寶 現在 Dout勝98年 就要贏了 沒人可以阻止他 天啊 開局下TC在這裡我還以為他要被KO 結果沒人去打Dout 在那邊互搖互 哇 Guys we must not let Dout win 現在剩下89年現在Jordan才說大家必須打Dout Dout中間就幾個寶 除非他置低寶我看他這場不會輸呢 我覺得這場有一種那種 人家小孩在吃糖 他那個大哥哥Dout直接進來把那個糖直接 沒收 發飆沒收直接閃了 差不多是這個 霸道總裁式的 散三尾王 現在不管誰他都猜 一批也猜 條盾這邊還有點金冠 8加5射程 我的天啊 剛好給Dout隨機到條盾了 金冠蒙圖這邊 被射的不要不要了 好慘好慘好慘 哇蒙圖史好多哦 我天啊 太狠了 男生68年了 觀眾們 現在十字軍東升 再插兩個寶 好 我快笑死真的 我快笑死 同樂場 JD同樂場 道德亂入一波直接 誰讓你們玩樂 誰讓你們玩樂 我跟你們講我沒有看過這個比賽的 我還以為道德會放水啊 給大家同樂 沒有耶 沒有耶 他是不是心裡有OS啊道德 玩屁玩 趕快回來團練這個沙漠之王了 沒有你現在 成績是不錯是嗎 安捏 然後 JD開的場 觀眾一批 不打7匹 咬6匹 JD一頭霧 黑人問號 蠻臉問號 他還到了162層 162匹 沒人打他 條盾武士精銳 而且他這個真的是 沒在管 條盾的寶又又又又又 8加5 當然這裡想要出 但是裡面有條盾武士 JORDAN這裡有騰甲工兵 真的有在拆這個條段的寶 8匹有玩到遊戲嗎 有 被道德操了一波 5匹呢 還在這邊抖動 這個房間裡面 這一局裡面有道德跟JORDAN香香的味道 已經有體驗到了 2匹立陶宛 也是有體驗到沙田了 1匹瘋狗流不知道在咬誰 看不懂 然後3匹 波蘭 被夾在中間 不好說 5匹還想去插4匹寶 他們 觀眾也是互咬觀眾 今天到的還打 Z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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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 這個中年人好屁啊 我的天啊 但是應該沒人敢 抱怨說 欸難得Jodan有空辦這個觀眾場 然後就倒車太強這樣 應該不會吧不敢 這很像是一個那個天梯團戰大家實力1000分的場 雖然有個2000分的降臨然後 也沒有再跟你543了 一上來就直接卡在這裡直接讓你死 GG DOT贏了真的沒有放水遊戲時間46分14秒直接KO了比賽 呃這個預期真的超出我的走向我現在已經傻在電腦前面了 這是我有史以來撥過最快的戰傷為王 霸氣總裁霸道總裁DOT不講武德 EV7直接吃掉對手卡住直接上來卡在中間直接贏了 直接贏了 結束這回合 OK 沒關係這個戰傷為王呢 我們找時間再來看看有沒有 不錯的嘗試來轉播給大家看 那這一盤呢也是少有的中間一卡就直接 實力碾壓 直接獲勝所以呢 眼歸正傳啦還是 這個外圍的隊友們 雖然說沒有所謂的隊友但是呢還是要發號下司令 請大家 先不要打彼此先打7P才能辦法玩到後面去喔 那也是戰傷為王這個模式他的有趣的地方分享給大家 那這節轉播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Fearless